Basic Genetics 中,其中一款题目也很常见 我想同学也应该不陌生的,就是这一类 就是给你一个Pedigree,然后叫你判断 或者是判断,究竟哪一个Phenotype 或者Alel是Dominant,还是Recessive 跟大家重温一下这一类题目,我就拿了2010年的题目做例子 2010年的9A部分的第一条题目,它就说有一个叫Desease A 它已经说明了Desease A是Dominant的,就叫你Deduce 究竟为什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它是Dominant的 我们做这一类题目的秘诀就是,不论Pedigree有多大抽也好 我们要处理的就是,爸爸妈妈父母,他们的Phenotype要是一样 不过生了一些不同Phenotype的Obspring出来 这里我会看到,其实它是有两对父母的 就是一、二和三、四 但是要达到我刚才所说的的 那个criteria,即是 爸爸妈妈要一样,但生一个不同的儿子出来的话 一、二就已经达不到这个要求 而达到的要求就是三、四和八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回答题的时候,就会 focus on 三、四和八了 好了,这类答题的模型都很常见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整个答题的框架 首先我们就会从他的Obspring开始讲起的 就是8号 8号你会看到他是母病的,对不对? 所以代表是什么呢? 他一定会从三或者四那里 是拿到最少一条母病的Alle 那么我们第一分就是 individual aid是母病的 所以他最少会有一条母病的Alle 而这条母病的Alle is inherent from either of their parents 那么我在这里是不需要讲究竟是三或四给他的 总之说到就是 伯父这条normal的Alle 一定是来自三或者四就可以了 好了,第二分呢 我们就回到说伯父 伯父和母 好了,但是伯父和母 他们是有Deseez A的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着三和四肯定是有Deseez A的Alle 好了,所以第二分呢 纯粹将这个实际情况描述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三和四肯定是有Deseez A的Alle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Deseez A的Alle 我想大家记住这些字眼 就是Deseez Alle 接着呢,到第三分了 刚刚才说了 8号会从3或者4里拿到一条 normal的Alle 但是三和四自己本身 他们又会有Deseez A的Alle 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三或者四肯定是有一个 或者两个都是 会是Hetrozygous的 但由于我们是没有特别证明到 8号那条的normal Alle 是来自三还是四 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 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呢 就是三或者四 是一个是Hetrozygous的 记住了,我们的Deduction 是一直跟着我之前所证明的 既然我没有证明到 8号那条normal Alle 是来自三还是四的话呢 我们在第三分呢 我们就不可以说三和四都是Hetrozygous的 我只能够说三或者四 事但一个肯定是Hetrozygous 接着呢,那一分就是背书的了 就是说在Hetrozygous的情况的时候 Only the dominant Alle is expressed 但是我想大家要加多一句 就是While the recessive Alle is must 所以我看到三和四 也有病,这代表有病的Hetrozygous 就是是先主性的了 所以Alle must be alunan 好了,這類題目我相信大家真的做到爛了 其實應該是很熟悉的了 不過只是想提醒你少許的Wording上面 如果題目問你,叫你DEDUCE WHICH PHENOLTYPE IS DOMINANT的話 你答問題的時候,就需要改改字眼 最後一分,你就不能寫The allele is dominant 那就要對應這個題目,The phenotype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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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dominant or recessive 就是這樣,我們想去證明一個 allele 或者一個 phenotype是 dominant還是 recessive的話 是一定要在Pedigree裡面找到兩個 phenotype 一樣的父母,但是生一個不同的兒子 我們一定是用這個pattern去做的 所以我想大家多看一條multiple choice 好,想和我看一看就是2013年的Multiple choice question第15題 這條題目,它就給你一個Pedigree 然後就問你究竟哪一個Crosses 是可以DEDUCE到哪一個Phenotype是Dominant的呢? 如果你記得我剛剛說過的話 其實我們的秘訣就是 一定要找到Pedigree當中 是爸爸和媽媽的Phenotype要一樣 不過生了不同Phenotype的兒子 才可以判斷哪一個Phenotype 或者Allele是Dominant還是 recessive的 我們看到這裡有三個Crosses Crosses肯定是不行的了 因為你看到爸爸和媽媽的Phenotype都不一樣 所以不會是CrossX CrossY 爸爸和媽媽Phenotype一樣 但是他生出來的兩個女兒 你看到Phenotype都是跟爸爸和媽媽一樣的 即是達不到我剛才所說的第二個要求 就是他要生一些Phenotype不同的兒子 所以你看到CrossZ CrossZ就是爸爸和媽媽一樣 但是他生到一些Phenotype不同的兒子和女兒 所以唯一可以判斷哪個Phenotype是Dominant還是 recessive的Cross 就是CrossZ 所以答案就是B CMS quant еще用攝影 Summit